已经说了一段控制相当好 居然没打劲 看分 想好要怎么打 想可能没想来走三分 想的是走五分 但是既然打到了这个 做到了这个三分的话也挺好 拉杆回去 或者弹一颗星都可以 好做到两分 四分 只要把这个台面清理干净 那么这一句球就是它的 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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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分 好球 18 好球 不错 但是它是要打完全局才赢的 这个球要注意力度 从这个角度看 哎呀没打劲 这个球 两个人都在这个球上失误了 其实这个球一点都不难 都是打得太厚 这个安全球怎么做法 倒是考试 轻轻地用带脚去吊它一下 没吊到 没吊到的话就可能会是漏球了 哎呀吊到吊不到也不好说 至少说进球不容易 并不选择进球 但这个主球从这个方向落下来 我直接打劲了 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双方现在是差七分 这个球很有可能两个人最后打平了 差一点啊 这个球是有的 这种球啊 三颗星以后落中带 这个球几率还是不小的 力道清了 最后一颗球的安全球确实难做 这一杆进攻并不是很难 有点赞考虑 好 听进了 好 双方要来拆黑 我管这个阶段叫做点球大战 裁判为什么脱下了手套 你赢了 赢了 踏开 是裁判 谁赢了 你得让人先知道 直接薄吗 一干两边分 这是暂时来讲最安全的打法了 其实这也是一干两边分 但是打得稍微厚了一点点 黑球走得比较快 但这个黑球至少还是没有走到漏球的方向上 这个球有点意思 我觉得当然不去薄 他还看着一直想要薄这个球 这个球薄不进的话 漏球的可能性很大 还漏这种球 你何必呢 就把它打走就好了 如果对方长球赢你 那也是他的球 他的球好 漏这种球给对方 当然不可能 你怎么不给你 你怎么找到 我对方提示 我说真的 我说 我点一下